新的一年 祝福你有个祥瑞之名 宇皇大帝 阎罗王 陈皇年 这些都是众所皆知的民间信仰 但你有听过掌管阴阳两届 主宰万物生死的东玉大帝吗 东玉大帝它是五岳泰山 五岳东之一 因为大家的信仰 就是东玉大帝是管阴天管阳 所以来做这个法会是最适合 有一些司法官要来考试的时候 他整考证都会办在我们这边 东玉大帝又称泰山神 掌管阴阳两届 地狱 石殿阎罗 城隍 过去都为老一辈在供奉敬拜 但是近年来在庙方的努力下 让人圣大帝的威名已经远近迟迷 最近这个主委之后 我的头部的故事就在想 因为你如果没来做这个庙子和宝负罐 这些老人如果没来 这个力士就消失了 所以我把这个宜安台航 钱建传教授来丢毙这个庙子 所以说他们有八个教授 包括台语教授 龙教语研究 我们去到三年 再来完成这个庙子 蒙烟港 探紧我们大大 蒙烟港 探紧大好处 蒙烟港 探紧大好处 蒙烟港 探紧大好处 介绍起东玉庙的历史典故 林主委是侃侃而谈 而顺着博物馆往下走 看到的是一尊尊庄严又精致的神偶 别看各个身穿鲜艳华服 他们可都是有百年历史的古董级神匠哦 神匠在民主信仰中 他是算是一个博秀 那是神龙冠 佛家 就像我们当地出季的时候 他就是要在头前做佛家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出季 有一些先前部队的意思很快 再来我们在台湾上 跟人们不同就是 八个神匠会有三十寸的神匠 积极保增历史文物 传承庙女文化精神 而出门历史的传承 庙方也与时俱进 享用环保政策 将上乡三住的传统赶于一住 并统一集中幸福精致 减少焚烧次数 我们庙是有责任的 除了民众信仰中心之外 我们很重要的是取自于社会 用自于社会 现在目前还是有很多 需要帮忙的 弱势团体还有独居老人 还有一些真正 政府没有办法照顾到的一群 弱势团体 这东西都是我们东恩庙 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宜兰冬夜文化祭司 跟宜兰大拜拜息息相关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 目前在庙里的活动范围之内 很多岛中青不见得会 继续来参与庙会的活动 那么这个庙会活动 我的构想是这样子 是岛中青一定 要延续以前 岛一辈子的传承 不要把这些文化特色 抹灭掉了 欢迎做甘愿师傅 你要来这些东西要奉务 要虚心奉献 虚心奉献 就是这个心要坚显 你如果没有这个心要坚显 那就外套 尚心是句话说 有心太久就这种 有心惊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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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 就是要这样来经验 要发扬出来